因为毛泽东怎么过了几个中秋节的嘛? 改变中国历史的七个中秋节 近代 1919年 毛泽东的妈妈文奇妹在湖南过世 毛泽东中秋节回家 服惯而大哭 留下了诗辞 他恨他爸爸 因为他睡了爸爸的叫做小媳妇 就被他打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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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只有他妈妈文奇妹给他塞了几个姻缘 他妈妈53岁过劳而死 1927年是毛泽东的什么日子 中秋节 1929年是什么日子 1935年毛泽东一直到1957年 湘江游泳 中国大约近二十几千万 从他回湖南老家中秋节 到他的所谓的整个的 蒋介石412所谓的灭共抓恶魔 到了整个的是一个1937年 还有1929年两个所谓决定性的中秋节 毛泽东过了七个中秋节 把中国人送入地狱 你们回去看看老毛子怎么过在中秋 老毛子可对中秋节可在乎了 我听张一凤说过 8月15这一天 他从来不跟张一凤姓交 他就是绝对不带十五姓交的 就是这每年的三十几个不能姓交日子 他绝对不干 你说他弥补迷信 第二到过了8月16 他就玩起来没完没了 而且要多找几个 新疆西藏的小女孩来玩 而且让张云凤给送你来 他就帮他把他透光了 所以说他的重大决定都在1919 1935 1947 1947年太关键了 大家在1947年知道是干什么 1947年是共产党的大赢的日子 毛泽东带共产党全党齐 向月亮祈福的日子 这个中秋节 1947年 1957年 湘江直接发动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 大家就这是中国的几个灾难日 共产党虐待中国的一个法器 2047年 公司